所以這裡呢,我就要請問你,你知道現在考試委員有幾位? 19位,依據... 編制上是19位,這19位編制怎麼來的? 其實因為您看起來很在意歷史,我就講歷史 我查過歷史是民國36年,1947年的時候呢,他修了考試委員組織法 那當時是用11位擴增到19位,其後呢,沒有再改過 那大家都對於立法理由非常不清楚 但是前全序部長徐優守他有過一個研究案 我們看過他的研究 paper 他是認為呢,就是現行呢,其實常態,就是我們現在很多的民主國家也是這樣 包括美國的聯邦制,他也是有名額分配,他叫做分區定額 但是當時的分區是考慮了整個中國大陸 所以他認為省區的平衡需要這麼多人 那個資料我有,他是說呢,華北、華中、華南、若干省,一省一個考試委員 而西北、東北、西南各地區,一區一個,加起來共19個 那請問你是哪一個區啊? 但是事實上呢,他現在的分區呢,我有請教過考試員 他說現在的分區,因為這個已經是歷史的成績了 但是既然沒有修訂,而他們的業務量已經擴增到 譬如說,光是考試,他有1165個科目 跟當初的業務量是暴增了千倍之度 所以他們又有7000億的退伏基金需要支持,需要處理 所以他認為業務量之下,他人員沒有辦法減下來 他是叫做行業專長別的分區定額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道理 這個中華民國憲法的制定,使得我們有考試院 而這個憲法制定,在中國制定,拿到台灣來適用 現在我們的實際適用的領域就是台澎金嘛 我們法與時轉則智,智與事宜則有功 我們現在國家這麼小,我們現在財政這麼困難 我們要去提供這個預算,讓19位部長級的委員 現在齁,坦白講你們19位啊,那個工作量啊,加起來沒有一個在這裡的經濟部長的工作量 我可以跟你報告,那個經濟部長在這裡被我們執行的他掌管這麼多業務啊 他的薪水才跟一個考試委員差不多 你們會覺得說這樣是公平嗎? 是,目前我查過業務量,因為每年的考生高達75萬 剛才講1165個考科 那,我是同意您的看法,因為先進國家對於資源的效率配置呢,是認為很在意 那麼多考生的考驗都是我在改的考試委員 但是,即使是修改憲法,或者是修改法律的權責 目前還在大院,我們會尊重您的看法 我們19個考試委員,六年下來啊 會使用掉,我不說浪費了 畢竟裡面提供勞務啊,將近五億台幣 五億台幣 所以我們現在國家的財政這麼困難呢 我們是否還有這麼必要去補這麼多考試委員 這是我們覺得非常有必要替國民來問的一個地方 因為考試委員的業務,無非就是找點視委員來出題 越見又是我們這些越見委員、相識委員來越見 那麼,這樣呢,是否有值得我們國家去花這麼多的經費呢 我在這裡是代表我們台灣很多的民意呢 來跟你提出,這一個我個人覺得是沒有必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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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